男子差點擦撞其他的車輛 還憤而持刀叫囂 15號下午一男子開車行進 南投市體育館附近的時候 被一輛路邊停車的休旅車 突然左切嚇到 差點撞上就拿著西瓜刀 上前去找休旅車駕駛理論 還持刀做事追砍對方車輛 危險行徑也遭到警方依法整辦 黑衣男子怒氣沖沖 從車上超出一把西瓜刀 快步走向一旁休旅車 情緒激動大聲咆哮 手中西瓜刀不斷揮舞 再往左後側車門踹了一腳 驚險15秒鐘 嚇得休旅車駕駛油門一催 離開現場 當時還有一輛機車 夾在他們倆後面 跟著放慢車速目睹驚險一幕 男子火氣會這麼大 因為他差點撞上這輛休旅車 15號下午3點半左右 這名成信男子開車行進 南投市體育館附近的內側車道 突然一輛停在白線內的休旅車 直接左切 嚇得男子殺停險些撞上 沒想到男子一時情緒激動 持刀叫囂攔下休旅車 措施追砍對方車輛 只是他的這一舉動 讓自己吃上行責 本分局接獲報案後 立即派遣警力道場 於南投市福岡路 藍亭成賢後 於車內起出犯案刀線 正回行車糾紛 男子亮刀叫囂右踹車 誠意識之氣 遭警方因口課等罪嫌 以送偵辦 記者曾荣誠 南投報道